成功集团高层排阵大变动 创办人兼大股东丹斯里陈志远 宣布卸下主席职 交棒给柔佛州公主端姑阿米娜 而儿子纳多斯里陈永清 也辞去了非独立非执行副主席职位 同时成功集团换下八名女董事来当家 形成了全女班董事局 成功集团星期三发文告指出 虽然有这一对陈氏父子承词了 但是陈志远还是会继续担任集团顾问 换个身份来参与业务活动 与此同时陈志远的女儿陈雪玲 从非执行董事调任为执行董事 所有的变动立即生效 陈志远就表明自己对全女班董事部的 领导能力有信心 自己接下来也会投入更多时间 来推广刚刚成立一年的 Yaya San My First Home慈善基金会 协助B40群体购买和拥有可负担房屋 截日昨天闭市成功集团股价 微氧1.61%或者是0.5仙 收在31.5仙 市值为18亿8千万令吉 字幕志愿者 杨洛和拥有个不投入 全体购买和拥有所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